第三場跑最短途賽事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中間大贏家速度很快 打頭在旁邊又猛猛的 然後賣邊有博愛之友爭議大學道 歡樂人生五隻馬在前面 然後在第二條馬有一子魅力和活力之寶 威信第一上到大概第七到 落後金雞和惠明落山的時候 大贏家佔先一個馬位 第二位外檔追著他一隻 歡樂人生在三四位 拍著來蘭博愛之友 中間是猛猛的 接著一展魅力 然後爭議爭議之合 剛剛見到威信第一和活力之寶 後面鏡頭就是惠明 包美金雞 轉入直路的時候大贏家走中檔 來蘭有個空位 被博愛之友爭上來 已經過了 戴頭了 接著在第三位上來 有來蘭爭議 猛猛的 歡樂人生萬愛 當威信第一 來到最後一百米路程的時候 博愛之友爭 帶來整個馬位 上來 衝刺最近是真意 和馬曼的 看看哪一隻入票 那個中檔的時候 說是博愛之友 第一第二名是馬曼的 第三名是真意 博愛之友 許非博殺成功 又沒有什麼不受約束 跑上來有多順 馬臨場是很fit的 馬就真的 子彈那麼fit 主要原因是其他馬 一隻都不是那麼fit 特別你看 郭東尼這隻馬 大人家是太肥 後面馬街善鬥馬素 現在是馬街善贏的 都不用看 歡樂人秘量 你看大贏家 跑第四 馬身重 裡面博愛之友 一把去養少少 鄉外 都贏了 沒得跑 鬥得很緊要 爭議 跟猛猛的緊緊過了 那些博愛之友 不會不受約束 謝謝 謝謝 謝謝